你可以看到 在石頭下面有一些魚 它會發出那種閃閃的亮光 這個是苦花魚 民眾他很熱心把他家裡的植物帶過來 但是因為他不是台灣原生的植物 對台灣的生態還是有危害 現在的人都很煩嗎 也許可以定期地規劃一些 讓自己慢下來的一個行程方案 很輕鬆地感受一下慢的步調 驗一下那個黑暗的感覺 這三條古鎮都已經有100歲以上 最老的古鎮甚至是有到180歲喔 在今年7月的時候 七星水利農會把這個古鎮的路線做好整理 推廣他們這個地方 當我知道這個消息以後 我就搶先報名 看看古鎮探秘會讓我看到什麼 我本身跟旅遊或者是生態的科系是不相關 但是呢我有參加服務性的社團 所以我們寒暑都會到偏鄉的小學來去做服務 會帶大家就是到山林戶外去這樣 那也是因為這樣的一個因緣際會的關係 所以畢業後就是從事跟旅遊相關的行業 那有走過平等古鎮嗎 因為他其實有很多條路 只是因為透過七星才能夠進那個隧道 因為那個現在他還有在灌溉 古鎮 再來是平等星鎮 然後這個一條叫做登峰鎮 那平等古鎮是在道光15年 1835年就蓋了 他們都是隱內雙溪的水泥 那這一條就是登峰鎮 他是由一位叫做無登峰獨資開鑿的鎮 所以用他的名字 兩邊是水泥 以下也是水泥 這個我們就俗稱所謂的三面光 那我們等一下再往上看 看其他兩條鎮道是不是有不同的設施 請請教文匯大哥 為什麼這邊的水鎮會跟前面並列 不過來你們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原本這條水鎮已經生存了一百多年 然後在這個更迭的過程當中 我們因為水泥的發達 然後的施工也方便 所以我們把一些鎮道就改成三面光的水泥工程 這樣的工程它鎮道就比較好維護 這種三面光為什麼被所謂生態界很不認同 假設一隻兩棲的青蛙 看牠下去之後呢 牠幾乎爬不上來 所以後來開始有這種所謂的仿生態工法 回復到以前一樣用石頭堆疊 在鎮道我們會做一些設施 讓這些魚蝦蟹啊小生物啊 安然的喔 度過喔 牠沒有水的一些時間 平頂新墜 1849年蓋好了 剛剛從81年之後開始有環境教育了 因為坍塌啦 整修之後想到說 是不是也可以從這個來做一些環境教育的推廣 好那我們等一下就要走這個隧道 所以各位要換鞋子或脫鞋子喔 好好 這樣一起來 一二三 YA 然後我們一起 哇 鎮道的兩端 平常都會上鎖 就怕民眾霧窮被鎖在裡面 的呢 對 前面有一隻斯斯文 conce霍刺蛙 那邊 他剛剛跳到水裡我把原料都衝下去 結果他就爬上來很厲害喔 他是赤蛙科的喔 但是因為他都在溪流邊活動 所以他必須要讓自己能夠穩固的站在石頭上面 所以他們的腳喔 有一點點像屎盤的狀態 他可以牢牢的抓住屎盤 很像鳥的叫聲這樣啾啾 就是他在家 所以他就叫鳥蛙 以後騙人蛙這樣 那個喇牙啦 白蛾高爪豬 就我們家裡面吃章狼那個 在家裡看他千萬不要把他打死 他其實是好的 這看起來有點嚇人 他會幫忙吃招狼 那我們要準備囉 好 3 2 1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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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來 所以我們看到說要A夢出現了 對 不是特別今天才有 只要愛玩行程 都會想要給大家一些很棒的享受 這樣 還可以再續喔 還有點心喔 這邊從十一月底十二月開始 東北激風之後會比較冷 然後容易下雨 然後夏天的話 只要沒有颱風 會比較適合 因為這邊很熱 然後剛好走在水中旁邊會很舒服 你至少聽到那個水聲 看到水流就會覺得喔 涼快很高 導單老師喜歡十一月初的時候 來這裡 因為這個季節最涼爽 然後我們把那個會 危害到本土物種 生態環境的我們把它稱為 外來入侵種 因為很多我們吃的啊 觀賞的植物其實很多都是外來種 這個是民眾他很熱心 他覺得說山上缺少這種 會開這麼鮮豔的花 那他就可能把他家裡的植物啊 就帶過來 那因為這個植物很容易活 他只要折一一枝 插在土裡面 然後水分夠了 他就開始長起來 而且很快就蔓延開了 那這個植物也很好聽的名字 叫做紅樓花 那他雖然很漂亮喔 可是他在這個地方開始成長以後呢 減少了台灣原生植物生長的空間 那很多以這些台灣原生植物為食的 這些小昆蟲可能就沒辦法生 所以雖然說 大家覺得說在野外看到這種漂亮的花也很好 但是他其實對台灣的生態還是有無害 一樣的景點我們有不一樣的人 然後不一樣的氣候 我們一次去的時候 其實都還是可以有不一樣的感受 那我們帶大家來接近這種大自然 並不是說為了去刻意去認識什麼 某某體驟或某某動物 所以希望說把這種生態環境的概念傳遞給大家 ぇOF 這回來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